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主血脉 一个是主藏神 主血脉它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是主血 一个是主脉 就是既能够对全身的血液主导作用 又对全身的血管去主导作用 还有一个是藏神 这个藏神一个是我们身体的生理功能活动 这样的一个神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精神意志 还有就是我们的神事 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是藏神的 那么肺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肺主气 私呼吸 那么主气呢 一个是主呼吸之气 一个是主全身之气 呼吸之气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内外气体的交换 这个吸气呼气 这个功能是由肺来主导的 那么主全身之气呢 一个是主宗气 宗气的生成 宗气呢 它是胸中之大气 是我们这个吸露的空气 主要是氧气了 加上我们脾胃 吸收消化吸收这个水骨所形成的精微物质 那么这两种气呢 就综合起来 就是称为中气 所以说肺主气 是指胸中之气 指中气 还有呢 对全身的气机起一个调节的作用 按住全身的一个气机 还有一个是第二个功能呢 主要是行水 那么肺为水之上缘 胜为水之下缘 那么肺呢 它的行水的作用是通过肺的宣发 和塑降功能来完成的啊 对肺 通过对气体的这种 往上散发和往下的塑降 来完成的这个煮水的这么一个功能 第三个呢 就是肺炒百脉煮至节 炒百脉 就是协助心行血啊 就是肺是煮气嘛 气对血有这个推动的作用 那么气呢 有生血的作用啊 我们上节课也讲到了 那么这个血的脾胃 所产生的这个水骨精气 灼气呢 灼气归心啊 变化而赤而为血 风心化赤 那么这个功能呢 是由肺来把它协助它完成的啊 也对全身的血脉呢 血液的循环 这个气也去 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然后主质节就是协助这个心脏来治理调节全身的这些水液啊 这个血脉这些功能 今天呢我们就讲 五脏系统的第三个就是脾的系统 脾系统啊 脾系统呢在这里它生理功能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煮蕴化 一个是煮铜血啊 脾煮蕴化的功能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蕴化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蕴化食物啊 就是消化吸收食物来产生水骨精微来营养全身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煮蕴化水液啊 它煮蕴化水液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 水液的代谢呢上源是肺 下源是肾 有这两个关系 那么中胶这个脾 也是蕴化水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啊 我们一会会讲到 那么脾的第二个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童血 啊 既能生血又能童血 童血的作用呢 就是童涉血啊 也就可以说它固涉血液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 和心脏的行血和童血脉不一样啊 它是童血童理啊 像我们很多啊 临床上很多疾病 产生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妇科的这个崩漏啊 妇女来了月经 那么一直流血不止 这就是肺的同血的功能受到了影响了啊 就是这痞的通血功能受到影响了 痞不同血啊 导致血液忘形 就是从痞来论治 那么这是呃 前面讲的这学过的两个脏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好 我们就正路这个痞系统的这个系统的学习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总的纲要 痞是位于腹腔的上部横割膜之下 与胃以膜相连 这膜就是一个筋膜 一个痞膜 相互连在一起 形入犬舌 犬舌 装入机关 像狗的舌头一样 这个形状 像狗的舌头 那么看起来呢 把它竖起来以后呢 撞入机关 像机关一样的一个样子 这是传统上 我们中医对痞的这个位置和 像状的一个认识 它是在腹腔里边 腹腔的上部 在胃旁边 一膜相连 它中间呢 是有一个小小的 很薄的一个隔膜 相互连着 那么这个脾与胃呢 是相互表里 一阴一阳 形成表里的一个关系 表里的脏腑 脾为阴 胃为阳 脾呢 是煮肉的 我们在五体里边 脾肉脉筋骨 那么它是煮肉的 它是与唇相连 气滑在唇 它的外在的翘呢 是口与口 构成了这个皮的系统 它的主要的生理功能 是逐运化和铜血 同时呢 这个运化 它包括了两个功能 就是运化水骨 和树部水液 这两个功能 它是气血 生化之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概念 脾为气血 生化之源 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您自己调一下 自己的声音 脾为生化之源 气血生化之源 它能够生化气血 人体的脏腑 四肢百害 赖皮一如羊 故有后天之本之称 这两个概念要记住 中医 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气为气血 生化之源 为后天之本 这个概念一定要记住 先天之本是什么呢 是肾 皮为后天之本 在五行属土 在五行里面 它是土的土性 在为阴中之质阴 我们的腔体 通过横割膜 来分成上下两部分 上面的就是阳 下面就是阴 阳中之阴 就是阴中之阴 之质阴 就是脾了 就是太阴 我们讲足太阴肺 足太阴肺 足太阴脾 就是质阴 脾与四十指掌下相应 我们刚过了这个脾所主的这个季节 脾与四十指掌下来相应的 这是它的一个概说 我们先看一下脾的主要的解剖形态 和我们现代科学相互做一个比较说明 脾的解剖位置 我们刚才说了 位于腹腔的上部 横割膜之下 在坐脊鞋的身部 脊鞋就是我们的肋骨内侧 肋骨就做脊鞋 身部就是内侧 腹于胃的背侧 左上方 皮于胃 阴膜相连 这就是苏文 太阴阳命论里面的 看这个第一个图谱 那么这个解剖的位置呢 上面这个蓝 蓝墨色的 中蓝色的这个肤 这就是横割膜 我们的隔肌 上面左侧 左上部 这就是肝脏 肝脏下面这个红的 竖着的 这就是胃 那么胃的后 左左部 左后部 左上方 那么这就是脾 这就是脾 它附在那里 有一个膜 把它连在一起 和胃的左上部 左侧背上部 连在一起 那么胃的下口 我们看胃有个上口 一个下口 上口呢 被肝脏后边挡住了 那么下口呢 就是肝脏中叶的 下半部分 那下面 这就是下口呢 接这个十二指肠 在十二指肠 上面呢 它会有一些口 一些入口 一个入口 这个入口呢 是胆囊和一线的 分泌液体的一些管道 连在这个十二指肠上面 我们看十二指肠 胃的周围呢 有胆 胆囊 这个绿色的就是胆囊 这个胆囊的胆管口 就和这个十二指肠 这里连在一起 一会我们还会 再看一个图 那么这是皮的一个位置 这个中间呢 这是皮的一个解剖的样子 就是它和胃贴在一起的 那个面的那个形状 这么看呢 就像狗舌头一样 对不对 整个面看起来 只要像狗的舌头一样 那么立起来呢 看右侧这个面 它就像机关一样 像大公机关 机关一样 这个样子的 上面有好多的这种结节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它的去掉胃以后 把胃从前边拿掉 看到胃的后边的 这些组织器官 首先这个 紫色的 紫色的这个位置的 这就是皮 立在这里 这是皮 然后呢 中间这个黄色的一个 上边有很多凸起的这种结节的 这就是一线 我们的一线 这个管腔结构 就是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的上口呢 就连着胃的下口 胃的下口想连 这是它的主要的解剖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胆囊 在上面 胆囊在肝的下方 这是它的 在中医里边 对它的结构的位置的认识 和我们西医结构的认识 在这里呢 是一致的 那不一致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脾 中医的脾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 现代医学的这个脾脏和一线 这两个部分 包含了这两个部分 我们后边再看 那脾的形态结构 是一个形入刀帘 扁平拖圆的弯曲状的器官 其色紫翅 是紫红色的 紫红色的 为什么脾同血呢 它是颜色 也是血的颜色 红色的颜色 在中医文献当中 脾的形象是扁似马蹄 像马蹄一样 其色鹿马肝紫翅 行如刀帘 像火帘 那个打火的火帘一样 那个刀子一样 割草的那个镰刀 行如犬舌撞入 鸡罐 生于胃下 横切胃底 于第一腰骨相齐 头大向右 至小长 尾肩向左 脸皮肉鞭 终于血管路长 这个血管路长 就是脾 就是那个 这个 疑线上的 这个疑管了 疑胆管了 然后进入明月龙馆 那么这个解释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解释啊 就是把两个脏器 放在一起去说了 上半部分说的 就是这个皮 后半部分说的 尾肩这一块 其中有一个管斜路长 那就是说的是遗线了 说的是遗了 所以说 扁似马蹄 是指皮而言 行似刀帘 全舍 那么它就是 只遗而言了 全舍 全舍 和 机关 机关 全舍呢 就是跟这个 还是 实际上还是这个皮 行路刀帘 就是像这个 皮一样的 这样的 遗线的 这个解释 中间有一个管的 斜路 路长的呢 这就是遗线了 在难经当中呢 它有个解释 还有个解释 皮重两斤三两 两斤三寸 长五寸 由扇高半斤 逐果血 逐离血 温 五脏 逐藏翼 这就是说皮的 样子 大小 重量 那么这扇高半斤呢 在这里呢 看扇高 高就是高脂的意思 这个皮啊 它没有高脂的样子 在里边 只有一线 一像高脂一样 这是皮和一线 相互在一起的 南京正义里边 对它有个解释 一个扇高 就是一 来 复逼之物 行长方 纵约三四两 恒铁位后 皇帝 皇庭经里边内井经 皇庭经里边内井经 讲 批长 以尺延太苍 就是在太苍 在胃的后面 长一尺 也是这个 一线的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个 从它的位置形态看 它这个中医说的皮 从解剖上和功能上来讲 都是这个 现代医学里边的皮和仪 两个方面的综合 综合这样的一个讲法 就是现在基本上公认的一个 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个解释 并不是单纯的 现代医学的脾脏的这么一个内容 就是脾和仪 这两个脏器 共同结合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现代医学来讲 脾脏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什么呢 它有没有和我们这个 一会儿要讲的现代中医的 脾脏的功能医治呢 我们看一下 现代医学认为脾脏具有造血 除血和免疫的功能 那么它的造血呢 主要的功能是在胎儿期间 它有这样造血功能 然后它是负责造血的 五个月大小的时候呢 造血功能呢 逐渐逐渐由骨髓所取代了 我们的造血产生的血细胞呢 逐渐是现在呢 大多数都是成人 从儿童期出生以后呢 逐渐都是由这个骨髓所取代了 那么到了青春期 成年以后 脾脏扮演着 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器官 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免疫系统 里面有很多的腔系 有很多的 分为这个洪水以及白水 里面呢 很多这个痘状的孔系 能够过滤血液 使健康的血球呢 能够顺利的通过 然后老旧的洪血球 在这里呢 就被破坏 然后呢 留下可用的物质 其他的呢 白水里面是布满了淋巴细胞 发挥着重要的免疫功能 全身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白血球 聚在一起 能够帮助对抗 造成脑膜炎及肺炎等特殊细菌 也就是皮呢 在早期的时候 应用胎儿期间的时候呢 它是造血的一个功能 以后呢 它主要就是个免疫功能的器官了 能够来收回这个坏死的 或者是老旧的一些红细胞 把红细胞里面进行破坏 把里面有用的物质留下 没有用的来去掉 同时呢 它里面布满了一些联巴细胞 很多的免疫细胞 来对抗身体的一些炎症 同时呢 脾脏有除血的功能 动物的脾脏 像马 它的脾脏 它的除血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人的除血功能就 相对来说是少了一点 能够储存几十毫升的血 但是呢 它里面存储存了大量的白细胞 血小板 在这里啊 这是储存着这样的一些 血细胞的一些能量 那么它的造血功能呢 虽然说成年以后 它就没有了造血功能 但是呢 当身体处于一些应急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非常衰弱的时候 它这个造血功能可以再被激活 再被激活 下面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呢 这就是它 西医在里面的一些 现代医学对它的一些 解释啊 特别是最后一个 它是领胞系统的 最大的领胞器官 它有除血造血和清除老旧的 这个红细胞的作用啊 然后除了这个颐线的这个脾脏以外呢 我们看一下颐线 颐线呢 它刚才的位置 我们也看到了啊 颐线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扁长型的啊 它的形状是一个扁长的啊 位置呢 在于腐后臂一致腰椎 平面 质地柔软 称这个灰红色 分为一头一体一尾三个部分 那么它呢 有里边呢 它的主要的功能第一个 一线的主要的功能第一个 就是分泌消化液啊 分泌消化液 第二个呢 就是分泌一些激素 叫生长一致素啊 主要是两个功能 这个颐头 颐尾的这个这个部分呢 颐头的部分呢 它会有这个各种 颐管线啊 这些管线呢 就是分收集 这个整个颐线分泌的这个消化液 分泌分泌的消化液 回收起来 和这个胆总管 胆总管呢 大家可以看啊 上面这个两个管 两个管道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大的器官呢 这与肝脏 肝脏里边有两条小的红色的管道 出来会合成一个 那么这就是肝内胆管 肝内胆管呢 合成肝外的这个胆管 然后和这个胆囊啊 这个深红色的 紫红色的这一个呢 这胆囊 胆囊出来一个胆管 然后这两个管道呢 再分合成一个啊 分成一个总胆管 这里边呢 就储存的是胆汁啊 胆汁 这也是主要的消化液啊 这个胆管和仪管呢 在这个摄尔之肠 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摄尔之肠的这个位置呢 来会合成一个啊 会合成一个 在摄尔之肠 这个呼服部 这个法特式呼服 在这里 和摄尔之肠相连 那么这些分泌出来的 这个消化液呢 胆汁和一线的消化液 就会通过这里排入小肠 摄尔之肠内啊 然后对摄尔之肠接收 从胃里边接收的这个食物啊 进行分解和消化啊 这是他的这个结构 看这个右 左边这个图呢 就画的更加的真实一些啊 这个胆囊绿色的 胆囊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啊 因为它里面有胆汁的颜色啊 显示出这个颜色 然后这两边 右侧的两个胆管啊 肝肝内胆管 结合起来 进行这个胆总管啊 那么一线里边出来的这些啊 灰起来的这个一线的管道啊 来和它汇合起来啊 进入这个摄尔之肠的大鲁头 这个鲁兔啊 这个地方叫大鲁兔 然后一线里边还有个胆管 在他前边呢 也分出来 分这个一个一线管 这个一线管呢 就和摄尔之肠 摄尔之肠那个小鲁兔图 小鲁兔在这里结合啊 这整个副一管啊 他直接在这里 也进入这个摄尔之肠里边去 我们这个胃的消化系统排泄正常 或者是我们中医一个干系范胃啊 或者是这个呃 西医呢 叫胆质反流性胃炎 也就是说消化液反流 正常的消化液呢 从这里排进来以后 它就通过小肠 通过直肠 摄尔之肠啊 直接就顺着下去了 从摄尔之肠到小肠啊 就进行这个消化了 那么当甘于范胃的时候啊 甘其于解 那个他就不会直接的往下走了啊 不往下走 他会这个胆质啊 会反流啊 通过呃 摄尔之肠的上摄尔之肠的 这个这个幽门部啊 就进入这个胃里边啊 来消化这个胃粘膜啊 导致一些胃的消化性的炎症 消化的炎症啊 产生胃的慢性的炎症 一般呢叫胆质反流性 反流性的胃炎啊 这种反流呢 会造成胃的胃炎膜和胃壁的损伤啊 很容易产生溃疡 严重的呢 如果里边有这个 鱿蒙螺线干菌的话啊 很容易就多年 会出现这个慢性胃炎啊 前表性胃炎啊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胃的上皮增生异常 再转化成胃癌啊 这是比较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些情况 如果没有这个 鱿蒙螺旋干菌呢 它自身就会产生它的消化性的溃疡啊 然后呢 很多会导致溃疡性的出血啊 所以说这个胃的胆质反流 是一种非常 常见的一个病啊 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啊 这种病呢 很多是与干瘀有关系的啊 长期亲自不通畅啊 导致这个胆质反流 同时呢 与这个大家 我们的吃饭的习惯啊 一家人都是没有分餐 大家这个 一个人有了鱿蒙螺旋干菌以后呢 其他的人也会相互的传染 鱿蒙螺旋干菌是造成胃部炎症 和诱发胃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如果有长期的 胃部不舒服的 胃胀气的 消化不好的 有这种慢性胃炎的 一定要去查一下鱿蒙螺旋干菌 尽快的去治疗 现在鱿蒙螺旋干菌的治疗是 非常简单啊 用到三连疗法 四连疗法 两个星期之内 基本上就有 痊愈了啊 那么过一段时间呢 可以再进行复查 再治疗一次啊 很多有慢性胃病的人啊 都不愿意去做胃镜啊 现在这个 鱿蒙螺旋干菌 不用做胃镜啊 姑气 检查就能够查得出来 那这个一定要不要汇集记忆啊 去检查一下 有慢性消化性不好的这种病人啊 一定去检查一下 这是他的一些主要的结构啊 我们呢就把中医的皮呢 把它看作是皮和皮脏和一线 这两个功能 两个脏器的一个结合体 从功能上来理解它 就比较正确一点啊 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皮的生理功能 那么第一个生理功能呢 就是主运化 皮主运化 所谓的运就是运输 运转输送 化呢就消化吸收 单纯的讲消化吸收啊 还是不太完全的啊 西医说 它就是消化吸收的作用 那我们的 它就没有这个化的 中医的化的这个 那种功能啊 化呢就一个转化的意思啊 就有消化吸收 还有它振兴一些转化啊 有转化的这种作用 有气化 有转化啊 皮主运化 是指皮具有将水骨化为精微 并将精微物质输送到全身 各个脏腑组织的功能 实际上 皮就是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以及运输的这个功能 这样解释呢 是比较正确的啊 它从接受了皮 接受了胃里边传送下来的 这些 初步消化的物质啊 它就在进行这个 消化和转化 那么它这种小化转化呢 是包含了 胃啊 胃 它首先的第一步的消化系统啊 像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 第一个是通过口腔啊 牙齿把食物来粉碎 然后呢 通过口腔咀嚼 口腔里边呢 先分泌一些消化液啊 来咽下去 进入我们的烟部啊 通过烟部呢 进入食管 从食道进入胃里边啊 在胃里边进一步的 烟磨浮熟啊 配合着很多的胃液消化液啊 进行把它消化 把它做成了一种啊 颅米状啊 就是粥状的一种食物了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是有大量的酸性物质存在的啊 消化液 然后呢 通过胃的下口 进入到这个 十二指肠 进入十二指肠 在十二指肠这个位置呢 十二指肠的乳突部啊 就在接受来自胆囊 和一线的更多的消化液啊 这里边消化液 包括消化脂肪啊 消化蛋白质啊 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些消化液啊 在这个消化液的作用下啊 在小肠里边 在进一步的 这个消化和吸收 它主要的是在这里 那么小肠 转消化吸收完了以后 再进入大肠 大肠呢 就对一些粗大的地方 部分在吸收啊 主要是对这个 水分的在吸收啊 把这个 从小肠传送下去的这种 这个周状的这种 消化残渣呢 在进一步的吸收的水分 然后变得比较干燥的 这种残渣 通过形成大便 然后排出来 那么最有用的 最主要的这个水分呀 还有一些大分子的颗粒啊 在大肠里边 再进一步的一些吸收回来啊 所以说 它这个消化 皮的这个消化 这个运 运化作用呢 实际上是由胃啊 肝胆 大小肠 这些消化器官 共同参与的 这么一个 作用啊 像刚才讲的这个胆囊里边的胆质 那么胆囊里边的胆质 一部分是直接从胆囊里 在胆囊里边储存的这个胆质啊 胆囊呢 自己不会产生胆质啊 它是一个储存胆质的一个容器 胆质呢 是从肝脏里边产生的啊 肝脏里边产生的 产生的出来以后呢 从个肝胆管啊 过来 然后呢 进入到 这里呢 是正常的这个 一个一个 酷液机啊 奥迪士酷液机 一个 在这里呢 它是闭锁的 闭起来的 闭起来 这个胆质留到这里 以后留不下来 它就回到 这个胆囊里边储存起来 啊 当我们开始咀嚼食物的时候呢 这个酷液机就受刺激以后 就放松 一放松 胆囊收索 把这个胆质呢 就把它排出来了 肝脏肝脏里边也受这个食物的刺激以后呢 要大量的分泌 这个胆汁啊 来增加这个消化 所以说肝脏和胆囊 都参与了这个消化系统 消化食物的这个过程啊 小肠和大肠 都是了啊 当然胃也是这样的了 那么脾呢 在里边就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啊 我们中医就是 脾呢 是消化系统的一个主导 脾的韵化功能 主要是依赖脾气的生轻和脾阳的温序的作用来完成的 脾又生轻降脱的这样的作用啊 它的主要是生轻啊 胃呢 只要是降的一个作用啊 脾胃 这是一生一降 形成人体的中胶的这个气机的这个升降这么一个系统 脾一生则见 脾的主要的功能呢 它是生的啊 有往上生发的这样一个作用 水骨 人 那水骨脾气化而上升啊 脾身而散磨 散磨就是磨骨消化啊 那么水骨入味以后呢 全来脾羊为之运营化 脾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 像我们身体 我们的食物啊 在里面是需要一定的温度来把它复苏的啊 来复苏啊 就像我们主舟一样啊 它需要有温度来把它进行分解的 所以这个脾羊是非常重要的 脾又一分之羊 能消一分之水骨 脾又十分之羊 能消十分之水骨 我们很多人 脾羊虚的时候呢 脾羊虚水尸重啊 然后就很容易尸骨不化啊 吃进去的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拉出来还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所以说脾羊虚 它不能够把这个水骨啊 把它消化的 消就是要把它煮熟了 煮熟嘛 一个是腐 就是腐化 腐败 把它分解 熟就是煮熟了 把它煮熟了 再磨碎了 分解掉 脾羊虚呢 它这个一个是腐熟的作用就降低了 再一个 它不能够推动这个脾去研磨 生而研磨嘛 扇磨嘛 它不能够研磨 不能把它这个消化 食物磨碎 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啊 吸上脾 大家看到了啊 它这个实性的一个结构 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它这个作用呢 都是在胃和小肠里边啊 完成的 那么它腐熟的作用呢 也是在胃和小肠里边完成的啊 大肠里边的这个热能也是非常多的啊 大量的细菌 在那里重新消化 消化分解这些残留的食物啊 产生很多的热能 那么脾的运化功能呢 统称为运化水骨 运化水骨 它实际上是包括了两部分 这个功能 一个是就是运化水骨啊 运化水骨就是消化吸收 这个水骨 另一部分呢 就是消化 就是运化水液 运化水液 它不是消化水液了啊 它是代谢水液 这两个方面 首先看这个运化水骨 运化水骨 水骨就是指各种的食物了啊 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水果呀 骨类的米面呀 肉类的呀 这都是属于水骨啊 并不是说肉 驴肉啊 不属于水骨了 都是各种食物都算 皮能够运化水骨 就是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的 消化吸收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它的过程呢 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食物啊 通过口腔 这个食管 进入到胃 在胃里边呢 就进行初步的腐熟消化的作用啊 腐就是这个腐啊 熟啊 就是把它腐 就是把它变得腐烂 熟呢 就把它煮热了啊 煮热了煮熟了 能够让它进一步的分解 容易进一步的分解啊 所谓的消化 消就是分解 化就是转化 把它转化成 从大分子的 把那个分子的链给它打开 转化成小分子的啊 那么这个腐熟的 这些迷状的 饮食物 在进一步的排到 这个小肠里边去 小肠呢 在进一步的腐熟啊 但是小肠有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密别轻酌 啊 我们讲到的是会说 密别轻酌啊 把它的食物的 分化出来的 分解的这些 水骨的精微物质呢 分成轻的和酌的 这两个部分啊 轻的往哪里走 酌的哪里走啊 它都有不同的 路径的 那么这些 分泌出来的 这个 这个 分解的 这些食物的 水骨精微呢 啊 这些物质呢 清酌的 这个 饮食 饮食的这个 消化 消化物吧 啊 它又会在 被脾 在进一步的 升华啊 被脾 进一步的 升华啊 然后通过脾的 升华就变成了 水骨精微啊 水骨精微 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么这个水骨精微 是脾的一种 功能的参与啊 并不是它本身的 这个实体的 器官的参与啊 而实体的 器官的参与呢 主要是胃和 小肠的作用啊 胃和小肠 这种浮熟 消化和分清 密拙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来产生的 脾呢 在这里边就起到了 一个主导的作用啊 产生了这个 水骨精微以后 才进一步的 去转输 那么第二个 就是 吸收水骨精微 并将它 传输至全身 谁去吸收呢 就是脾啊 脾接受这个小肠 来转化过来的 这个物质啊 然后清浊的 这种物质 来把它输送啊 一个是输送上书心肺啊 上书心肺化为血液 这些生命物质啊 像我们刚才 上节课讲到的 这个心和肺的功能啊 他就是接受 奉心化斥 而为血啊 反正气血 那么这个水骨精微 再加上肺的 自然 吸收的自然之气 两者合起来 就成为中气啊 这是清的部分啊 身清密拙嘛 清的部分 上输到肺部 变成中气 然后灼的部分呢 入心啊 灼气归心 然后化 凤心化斥而为血啊 这是在这里就完成了这个作用 所以说我们从肺里边形成的中气啊 一部分是肺本身吸收的 吸露的自然界的清气 而另一部分呢 就是脾胃 小肠 所腐熟水骨以后产生的水骨 腥微的清气的部分啊 和空气 来 合成中气啊 以胸中之大气 那么 灼气呢 就是小肠 分清密拙的这个灼气 也就是比较浑浊的 有营养物的 营养物质的这些分子的东西呢 就 凤心化斥来 到心脏啊 通过心脏来到肺里边 从肺里边接受氧气啊 化而为血 变成红的 来 就成为血了 所以血里边 除了含有氧气以外 还有很多的这些营养物质啊 这些营养物质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这里边来的 这是中医 对他的一个解释 所以说呢 皮主蕴化水骨啊 包括了消化水骨 吸收 以及转树精微 并将精微转化为 气血的重要的生理作用啊 所以说我们刚才讲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 只是消化和吸收 而最主要的是这个转化 它的转化作用啊 它能够把它转化为气啊 在这里是一个中气 然后呢 转化为血啊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只有把它转化为中气和血呢 它才能够在血管里边 通过心的这种推动作用 运送到全身里边来 这是它的指一个 主要的这个功能啊 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以后 这个水骨精微 要靠着皮的转树和散经的作用 来上述于肺 由肺注入心 化 凤心化车为血啊 这是它的这么的 一个主要的功能啊 所以说 饮食物 水骨 是人出生以后 维持生命活动 所必须的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 也是生成气血的物质基础 饮食水骨的韵化 主要由皮所煮的 所以说呢 皮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后边我们还会再引用一些 一些内容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内容 那么大家在这里呢 就是记住这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啊 生物这个营养物质的来源都是通过这个饮食物 来获得的 那么饮食物的物质进入体内以后呢 一定是皮所同率的这个消化系统来完成的啊 包括这个中气 包括我们血液里边所含有的所有的这种营养物质 都是由皮所煮的 所以说呢 皮为后天之本 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中医的 治疗学里边 预防学里边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后边我们又看到一点啊 皮的运化功能强健 同称为这个皮气渐运 只有皮气渐运则 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才能够健全 才能够化生气血菌液啊 为化生气血菌液提供足够的这个养料 也就是说提供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啊 才能使全身的组织 脏腑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 反之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皮胃 皮是渐运的这样的一些病症 比如说出现腐章啊 唐变啊 唐变就是大变息啊 食欲不振啊 带卷啊 以及销售啊 气血不足这些变化 这些问题啊 关于这个水骨在体内的这个运行的 消化吸收的过程啊 代谢的过程 我们后边在内经里边有很多对它的论述啊 你比方说我们前几个前几个说到的 食欲入胃散金于肝 阴气于筋啊 那么吃的这些食物到了胃里边去以后呢 通过消化吸收 然后呢散金于肝 那么它的精微物质呢就去了肝 然后呢 再把气呢 在这些精微物质呢 阴气于筋啊 通过肝来转到这个筋啊 让我们筋骨强壮 筋强壮 食欲入胃如何呢 浊气归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分为小肠分清密浊 清的地方呢 上肺里边去 然后灼的部分呢 到心脏里边去 阴精于脉啊 到了心脏里边就变化为 奉心化吃为血啊 然后它就到了脉道里边去了 血液在脉道里边运行 脉气流经 经气归于肺啊 肺朝百脉 输经于皮毛 那么这是清气的部分啊 那个中气 肺所形成的这个中气 然后朝百脉啊 输送到百脉里边去 通过血液 脉道来把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呢 一直输送到全身 就你的皮毛啊 最外侧的皮毛 来营养身体的组织器官 毛脉合金 行气于腐 精腐神明 流于四脏 那毛脉合金 它还有在外头呢 进行一些作用以后 它交换 交换起来的这些物质呢 进行气体交换 营养交换以后 一些物质呢 它再回来 回到脏腑里边去 流于四脏啊 进行一些脏腑气机的一些交换 比方说的流回来的这些 这些静脉血啊 回到肺里边再进行转输啊 我们的这个精气的流行 从静脉里边的气的这个十二经 循环往复的这个流行啊 一出一路的流行 那么它会再回来以后 到这个脏腑里边去 进行功能的转换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气归于全横 全横一平寸 气口寸成寸 一决生死 那么所有的这些气呢 它都会通过这个寸口 来表现出它的功能来 我们也通过这个寸口 在这里呢 来这个寸口脉的这个变化 来判断这些五脏六腑的功能啊 看看来决断我们的生死的状态 那么后边这一段话呢 就是直接描述了这个食物 在胃里边身体里边的消化吸收和代谢的总的过程啊 引入于胃 油溢精气 尚输于脾 脾气散经 尚归于肺 通调水道 下输胖胖 水晶四部 五经病形 喝于四食 五脏阴阳 黑度 以为肠也 这就是整个食路于胃以后 然后它在胃和小肠里边分清密拙以后 精气呢 它就上属于脾 脾气散经呢 清气就归于肺 浊气呢 就归于心 就这里了 就是灼气归心 阴经云败了 那么上归于肺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通调水道 下输膀胖 肺通过水之上缘 它来通调水道 下输膀胖 水晶四部 五经病形 再把我们的水液的代谢 再做成一个完整的这面一个过程来了啊 那么水液的代谢 水骨的代谢啊 我们都由这个图来看 我们一会再跟大家看 那么这个呢 这是痞的主运化水骨的一个作用 除了运化水骨的作用呢 还有运化水的作用 运化水液的作用啊 或者是我们称作运化水湿啊 水呢 就是有流动的这个液体 我们叫水啊 在在除了血管里边的以外的这液体呢 我们就叫做水 湿呢啊 是比较粘稠的 一些气体 一些液体啊 比较粘稠的 这个水 这个湿啊 便宜粘稠的这些部分 运化水湿呢 是指皮对水液的吸收转输啊 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作用 即皮当配合着肺 肾 三胶 膨胀等脏腹 来调节维持人体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 障节科 我们讲到了肺和心脏啊 肺和心脏 它都有这个行血的作用 那么讲到了肺为水之上缘 肾为水之下缘啊 三胶呢 水晶四部 就是在三胶里边通过 这个三胶的啊 这个元气的作用啊 来输入这个水气 然后膀胱在里边储存 这个水气 水液啊 来调节这个水液整个的代谢 那么皮竹 蕴化水湿呢 是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这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西医呢 主要就是认为这个肾 才是肾 才是调节水液代谢的 主要的环节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 肾只是它 这个一个密分泌 和重新吸收 这个水液的一个器官 真正的这个水液的代谢呢 它的动力啊 或者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完成的主要的环节呢 是在皮啊 在中胶里边 这个水湿的这个代谢 在人体水液的代谢过程中 皮在运输水谷精微的同时呢 还把人体所需要的水液 也可以说叫精液啊 通过心肺而送达全身 胳部组组织当中起到滋润 如润的作用 又把各组织器官利用后的水液 及时的传输给肾脏啊 通过肾的气化作用来形成尿液 送到膀胱排泄于外 终于维持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脾是气急升降的一个枢纽啊 同时呢 脾也通过脾阳的作用 来把这个水液蒸腾来代谢啊 除了它以水的这个液体的这个形式来代谢以外呢 它还以水气的形式来这个进行代谢啊 如果是脾为的脾的这个水湿功能健忘呢 我们个体的人体的这个组织啊 就会得到水液的充分的这个无润啊 而不至于水湿过多的出流啊 像我们能够皮肤光滑润泽啊 比较饱满 那么这就是水的作用 我们人体一大部分的体重啊 一大部分都是水啊 而这个肉和骨头这一类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多数的体重都是以水来的 那么如果水湿代谢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水液的出流 像女性在月经期间 月经以前或月经期间出现这个水肿啊 你脾的功能不好了以后 脾羊虚弱的时候 早上起来脸上发肿啊 它都是这种要水液出流的一种现象啊 那么水液出流了以后呢 它就会在留在人体的组织里边 或者是脏器里边 从而产生一些病理产物 我们这些病理产物呢 一个是水湿啊 我们讲到湿的时候呢 水湿啊 就是内生的这种病理产物 在一个在进一步的湿气 越来越凝聚了以后啊 更加粘稠了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弹隐了啊 这种 病理产物 这些病理产物在体内 它就会阻碍气机的流通 它就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最后就形成这个水肿了 水肿在不同部位啊 肢体啊 内部啊 内脏啊 或这个头面部啊 都是可以引起这样的水肿 所以说制真药大乱里面就讲啊 注尸 肿满皆属于脾啊 注尸 就是各种 由尸邪引起的 这种肿和满啊 都是有脾有关系的 就是脾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 特别是脾 脾阳虚脾气虚啊 阳虚就不能化气 不能化气 把水蒸腾啊 那么 气虚呢 就不能推动它运行 这是最主要的 择之在这两个部分啊 也就是说 脾虚能够生失 脾为生痰之源 我们有 这个痰呢 有两个 部位啊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处痰之气 啊 我们大多数呢 咳嗽咳嗽的时候 会从肺里面 咳出这个痰来啊 实际上真正生痰 是由什么原因生的呢 是于脾虚而生的啊 脾虚 脾阳虚 主要是脾阳虚啊 来生的痰 脾为处痰之气啊 痰在里边 因为脾是 也是水之上源嘛 啊 我们的呼吸液 粘液啊 这些水 蒸腾的 上来的水分都在这里啊 它就形成的粘液 形成痰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痰生成的一些原理 和水种 引起的一些原理啊 主要的原理是这样子的 所以脾运化水骨精微 和运化水气 这两方面的作用呢 是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的啊 任何一个功能的市场 都可以导致 另一个功能的生长啊 这是生理上相互联系 病理上是相互影响啊 水骨精微运行正常了啊 它的脾气就会健忘 那么水湿 运化 湿长呢 出现弹湿了啊 它就返回来 就会影响这个脾对 水骨精微的这种运化啊 导致相互的病理上的 相互的影响 这是脾的啊 来运化水骨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脾脂 脾童血和生血啊 这两个部分啊 同时啊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说脾童童血啊 但是呢 它确确实实是生血的 生血呢 是指脾有生血的作用 童血呢 就是童涉控制的作用啊 也就是说脾具有 对血液有童涉的一个作用 使它在精魅之中 无运行当中的 不会异于脉外啊 就是说能够保证 这个血管的弹性啊 保证血管的弹性啊 来捅射血液 不让血液溢出来 也就是说呢 它能够有这个 维护血管功能的这个作用啊 像我们现在常见的 这个高血脂病啊 高血脂病啊 血管的脆化啊 硬化 那么都是与脾是有关系的 啊 脾阳虚啊 脾的这种涉血的功能 是长啊 里面的水湿 它是过重了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看脾主生血啊 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这是它 水谷 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原理啊 主生血的 那么生血的物质基础呢 就是我们身体 所进入身体的这个水谷精微 啊 刚才我们也讲了啊 这个水谷精微 通过它的转化以后呢 来 奉心化赤 浊气归心 奉心化赤 为血啊 通过这个 产生我们的血液啊 能够这个产生血液多了以后呢 我们身体就会有 很多这种 比较精力旺盛的这种 状态啊 比方说我们 会面色比较 红润呀 口唇比较红润呀 身体精力旺盛啊 啊 着甲比较 有力呀 啊 颜色比较 这个这个淡红色的去 颜色呀啊 那么血亏了以后呢 就是 另个反的一面了啊 气血物质缺乏的时候 怎么血虚啊 比方说我们 西医的 学这个角色素降低了啊 角色素降低了 这个 面唇部啊 舌舌头啊 着甲呀 都变得比较淡啊 你看这个 没有没有血色啊 比较淡的那个颜色 一摸一拉开这个眼皮 你看啊 都是比较苍埋的啊 没有血色 这是生血 再一个就铜血啊 铁铜铸精之血 无脏六腑之血 全来铁气之铜色 这个铜色的作用呢 就是脾气啊 气既能够通行血液啊 把血液呢 往四周啊 来 这个 运或运动啊 来 这个推动血液 同时呢 他还能够固涉血液啊 能够固涉血液 能够让血液呢 能够寻常道而行啊 不会说让他 破除血管来 来出现这种 内出血 或者是皮肤的这种血 出血啊 比如说这种作用呢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 血小板的一个功能作用了啊 像血小板的这个功能吧 血小板的这些功能呢 像我们刚才讲过的 这个脾脏啊 西医的这个脾脏 它本身就有储存血小板的 大量的血小板 储存在这里 大量的白细胞 储存在这里啊 所以说从这个功能上 你去看的时候呢 它就有这个铜血的作用 血小板就是让血液 加强血液凝固的 这样的一个 一种成分吧 你血小板的功能低了 血小板减少了 我们说血小板减少性子电 就是说你身体 你不小心一碰的时候 它就出血了 里面就清紫了 这里血小板减少了 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中医治疗 这些病的时候呢 也主要是从脾这一块去治疗的 都要从个健脾来治疗 那么脾虚的时候啊 脾虚呢 包括脾气虚脾阳虚 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的现象 一个是皮肤容易变得 脾虚脾啊 牙齿的出血 便血 尿血 啊 这个 鼻孔里面出血 就鼻尿啊 对 然后女同志来月经的时候啊 血流不止啊 就崩漏啊 这都是这个皮肤同血的一种表现 这是他的这皮主血的铜血 和生血的一个作用啊 还有皮第三个作用呢 就是生轻的作用啊 主往上生 生呢 就皮一生为 为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啊 那么皮和胃呢 形成一生一降啊 皮主生胃主降啊 我们前几节课也讲到了 就是中医的内在的这个物质的循环 生降呢 就是阴生阳降啊 皮是阴脏啊 它往上生啊 这个胃呢 为阳脏 它往下降啊 这个气啊 是正高在内部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生呢 是上升和输部 轻呢 就是指精微物质啊 生轻 也就是说像 我们刚才讲的是 凤这个轻 小肠分清密拙的作用啊 小肠分密 分的这个清 精微物质 它就会通过皮来生到肺上去啊 生到肺 然后呢 在肺上形成这个中气啊 这些精微物质呢 就会输送到这上面来 成为一些 营养到全身 那么浊气呢 它就归心 化成血液啊 来营养到全身里边去 那么这就是皮 生和散的一个作用 把物质往上走啊 因为皮脏呢 是在这个隔肌以下的 心和肺呢 都在隔肌以上的 位置都比较高 那么它 形象的来讲呢 它要把这些营养物质 送到这里来 它必须生啊 它就生上来 在心和肺里边进行转化 这就是生轻的作用啊 这个轻呢 就是小肠分泌的这些 营养物质 这就是那个精微了啊 这个生降啊 一定要是协调的 一定要是协调的啊 生的过度了啊 降的不急了 也会出病啊 降的过度了 生的不急了 也会出病啊 相互之间都会出现一些 相应的病理变化 我们再讲到这个诊断学的时候 也会再跟大家 系统的再讲一讲 所以说我们说中医啊 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啊 就是这个皮为后天之本 为气血生化之源 这个是对于这个中医治疗 预防疾病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前面学西医的 现在医学的这些皮的功能的时候呢 也看到了啊 皮在太阳时期的时候 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你内的时候呢 它是有造血的功能的啊 它是造血的 和我们皮生血和皮铜血啊 它是有一定的联系 那么后期 它虽然皮不造血了 但是呢 它放在骨髓里面去造血 那皮脏呢 它里面还是储存着大量的 有皮痘啊 血痘 能够存血 能够存血 然后呢 它还会有大量的白细胞和这个 血小板在里面啊 来捅射血啊 来捅射血啊 同时它有气血生化之源 那么气血生化之源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它是能够通过这个 消化系统 把消化系统来 吸收 消化 转化出来的这些精微物质 来变化成气血 我们全身需要的阴阳物质 那么都是在皮的这个作用下完成的啊 这是所以说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讲到后天了 什么是后天呢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 这一段时间就是后天的啊 不是在娘胎里面的 在娘胎里面的就是先天啊 在娘胎以外的 那么就是后天的啊 这后边这些讲述呢 嗯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 更加好的能够理解这个皮为 后天之本来 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讲述 那么李东元在皮胃论里边 是非常重视这个皮的啊 他是一个不兔派啊 皮兔派 那么皮胃一伤百病有生 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空调又多 吃冷的又多 吃辣的又多 运动又少 那么就很容易损伤皮胃 又加上过度的压抑焦虑啊 就会皮胃很容易受伤 皮胃伤了以后气血生化无缘 那么百病有生啊 这个在李东元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现象在我们当今社会 是更加的普遍啊 阳虚 寒失重啊 都是造成了这个皮胃损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所以说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呢 一定要不兼顾到这个皮胃 同时保健的时候呢 也是以保健皮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手段来去做啊 特别是从那个 员以后啊 这个补皮 成为这个预防 延缓衰老 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好 这是皮的生理功能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生理特点 生理特点呢 我们是第一个是皮一生则见 皮是需要上生的 你生 生就是由下者上生 生福向上之意 五脏各有生降 心肺在上 在上者一降 肝肾在下 在下者一生 皮猪皮胃居中 在中能够生 也能够降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 气机的升降 是由几大系统完成的 第一个系统呢 就是心和肾的系统 心往下降 心活下降 第二个呢 肾水向上升 这一个大的 上下的一个交通 也就是天地的一个交通 第二个呢 就是肺和肝的这个交通 一坐一右 肝升于左 肺降于右 就是木和金的这样 肝肾 金降 这样的一个左右的 一个升降 那么还有一个中间的 中枢在哪里呢 在脾胃 脾胃为中枢 脾胜 胃降 在里边 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课 看到画的那个图 我们一个四个页的风扇 上下就是心肾 左右就是肝和肺 这个升降 中间呢 那个风扇的动力的来源 就是这个脾胃 脾胃在中交 转输着 一升一降 这就是我们 人体的这个气机 出路的 升降出路的 最主要的几个 系统 这个 只有这几个系统 升降出路比较正常了 才会 人体的这个功能 才会正常 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 中交的这个疏通 中交转起来 中医界的一句话 要让中交转起来 让你的脾胃动起来 才能够有动力 带动这个肝 肺和心肾的这种 推动力 来让它转输 所以说脾 一升 则健 你升的功能正常了 它就比较健康 或者是比较有力量 然后呢 它要具胃的这种下降的作用 来推动 胃的下降的作用呢 就是食物进入胃里面去 它要消化了以后 要往下走 不能再上来 像我们隔气啊 隔腻啊 呕吐啊 这都是胃气上腻的一种表现 都是错误的 这是不行的 肺气要速降 要往下降 肺气不降的时候呢 就咳嗽 往上走 这也是不对的 那么脾气如果不升的时候 阳气不够 那么灼气就下降 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腹泻 五根泻 皮昂虚的这种五根泻 水骨不化 这就是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皮洗造物湿 这个概念呢 和我们大家刚学到的 皮是湿的 行水湿的 胃是造的 胃是造的 皮是湿的 但是呢 在这里有一个概念 就是皮洗造物湿 喜欢造 而不喜欢湿 为什么呢 皮为太阴师土之葬 为为阳明造土之府 就是一阴一阳了 一个湿土一个造土 太阴师土得阳使运 太阴师土 师土呢 它是没有这个动力的 一定要有阳气来推动它 才能够转动 阳明造土 得阴自安 就是土地过于干燥了 没有水湿在里边 它也不会来 长东西 这就是阴阳造湿 要很调和才对 所以说 此皮洗刚造 胃洗柔润 所谓的刚造 一定要有 比较能烈的造气过来 让这个湿土啊 得到运行 那么胃呢 它一定要比较柔润的水啊 经常的来浇着灌它 让它那个胃土啊 不至于过于干燥 那么这是一对矛盾的转化 也是一对阴阳的转化 也就是说 只要是矛盾 只要是阴阳 一定是平衡的 那么如果是湿气过重了 也就是说 胃啊 这脾啊 一定要用这个阳 也就是刚造的这一部分 来推动它 如果是脾阳和胃阳不够了 它的阳气推动的能力 不够了以后呢 那水湿代谢就变得缓慢了 缓慢了以后 这个我们大家 看这个自来水管呀 看这个河区啊 都能够水区都能看出来啊 水流变慢了以后 它这些渣子就会沉济啊 沉济水就变得浑浊 哎 这就是一种湿血产生了啊 湿血产生的厉害了 这个越来越浊了 变得粘腻了 就变成了痰了啊 水湿 这就是说 它的阳气的这种 推动的能力不够啊 要想去痰去湿 一定要加强 它阳气的补充 一定要加一些 灶热的力量 来去推动它 不然的话 就导致这个水湿困体了 湿困皮土了 那么湿困皮土 第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头 动如果 头啊 整天就像缠着一个大布条一样啊 就像那个 他们这个宗教上戴的帽子啊 肿动的 沉沉的 昏昏沉沉的啊 思想也不集中 专注力也不好 头脑不灵活啊 然后呢 就是晚腹胀闷啊 腹胀啊 然后消化也不好 然后口黏不渴 就是湿 有湿气重的人呢 他就是渴不欲饮啊 或者是他不渴 他喝不见 喝不了东西 不想吃东西 不想喝东西 因为身体里边水湿太重了 那么加上脾气虚的呢 水湿重 如果脾气又虚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些蟹蟹啊 那呆啊 水肿啊 这些情况就会更加出现了啊 所以说 当一定要把这个燥热的这个气啊 在这个时候加到这个皮上来啊 有燥热之气的推动以后呢 这皮的功能才会运化的更好 那么后边呢 就是对这个皮洗湿 洗造物湿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啊 就是从过阴阳五行和他的相互的转化的一个关系来去解释啊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是皮的生理功能和他的特点 好 我们看 皮气是与涨下相应的 在四季里边呢 是与涨下相应 皮呢 皮土就是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硬着涨下啊 就是夏天最热的那一段时间啊 还有呢 皮煮四季啊 把这个四季啊 每每四季 每每个季啊 拿出十五天来 放到个皮 这个上边来啊 是他所主的啊 皮旺四季 吩咐在其他的一个 每个季节里边都有皮 都需要皮土的这个作用啊 皮煮长下呢 就皮气旺与涨下 皮上的生理功能活动与涨下的阴阳变化相互通的 此外皮与中央的防卫啊 皮土是吃 皮土在中央啊 湿土黄色干味有内在的联系啊 中央无极土啊 这就是土就是湿性的黄色的啊 它是甜的啊 那样皮虚的人呢 就特别喜欢吃甜啊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干淤焦虑的人也是喜欢吃甜 就干淤磕皮了 就木磕土 导致土虚了 他就喜欢吃甜味 皮运湿又物湿 若皮为湿困 则运化湿脂引起雄 碗 皮满 皮满 湿少 体卷 大便 糖薄 这个便糖啊 一般都是水湿重啊 皮虚湿重的一种表现啊 大便糖吸 而且比较粘腻啊 口甜 多咸 口 每天早晨呢 嘴巴起来以后 就甜甜的那种 甜摸摸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啊 这个 很多这个唾液啊 睡觉的时候啊 这个唾液呢 都从这个嘴里边流出来 不自觉的流出来 看小孩啊 睡觉的时候 那个眼睛半闭着啊 露着一点的眼白 然后呢 嘴角半张着流出口 流出这个口水来 这就是一个小孩皮虚啊 湿重的一种表现 那么他的舌胎呢 就是比较滑腻的啊 白腻胎啊 有水滑的 比较滑的一种水湿在里边 这就是片反映了皮与湿的关系 长下就是主湿啊 所以在长下的时候呢 湿气又重 我们很多皮虚的人啊 到了这个天越热的时候啊 本来呢 他应该热气重的时候呢 舌胎 舌头是应该粉红色 舌胎比较薄白 那么到了这个皮虚重的人 湿气重的人呢 伸出舌头来是胖大舌 淡舌淡啊 看不到阳气 而且呢 上面是白胎 或者是水这个滑腻胎 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真病 真舌了 这个季节里边 它显示出来 它真正的情况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天热了 要吃一下冷的东西啊 冰冰冰的东西啊 西瓜呀 来降这个身体的温度 实际上这是不好的啊 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天热的时候呢 在这个季节啊 多吃一些补阳气的东西啊 来把这个湿气啊 来散发出来 通过出汗啊 通过排大小便 把湿气来排出来啊 借阳来排湿啊 这样的 同时呢 可以选用一些治疗皮虚的药物啊 党肾 黄旗 白煮 贬豆 大枣 乙糖 这些来 治疗这个皮虚的一些药物啊 黄旗 党肾 白煮啊 这都是非常好的 健脾的 健脾 补气的药物啊 可以用治黄旗 也可以用治白煮啊 含重的 都可以用治的 扁豆 是健脾 去湿的 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啊 我们这个 扁豆呢 一般就用豆子了 我们用豆子 那么农村里面 以前的时候 种种植呢 还扁豆啊 也可以等到 稍微老一点的时候呢 里面馋了豆子以后 你炒着吃啊 也可以啊 有了扁豆以后 你煮着扁豆吃 也可以啊 大枣是健脾的 健脾生血 乙糖呢 这是健脾的 能够调和 营养 能够让这个 脾生血的作用 来增加脾 这个 生血的这种功能 然后呢 脾还是煮四肢的 煮四肢的 我们这四肢能够健壮 就是脾功能 正常的一种表现 还是煮肌肉的 肝是煮筋的 肺是煮皮毛的 心是煮筋的 脾呢 是煮肌肉的 也是煮四肢的 PVA为气血生化之源 全身的肌肉呢 都依赖于脾和胃的 蕴化水骨精维来营养的 所以能够使肌肉发达丰满 增于健壮 所以披露肌肉之说 像我们这个四肢 肌肉比较不够丰满的 不够强壮的 肌肉这个 比较萎缩的 这个说明这个 第一个是脾胃的功能 比较弱 气血的运化不足 不能够营养这个 肌体 让肌体产生 更多的这种肌肉的 这种组织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运动量不够 要适当的运动 来增加我们脾胃的 和心脏的这种功能 能够产生更多的气血 运行更多的气血 到我们的四肢 四肢 那脾的在智为思 思就是思想考虑 在业为咸 就是我们说流口水 唾液 流口咸 思绩思考思虑 是人家精神活动思维的一种状态 我们思考东西 做一些思考的事情 都是通过脾在作用的 为什么呢 脾是同血的 生血的 而且他思考的时候呢 他会用血 这是 但是呢 这个虽然他是逐私的 但是这个与心主生命有关系的 思出于心而脾硬之 那么当思虑过度的时候呢 就成为优了 变成了优了 我们说这个比较担心呀 思考太多呀 这个很多的这种 worry 担心呀 那么也是与脾有关系的 思虑过多了以后 我们不能够做决定 思虑过多就是产生这种 担心 恐惧 与肾就有关系了 虽然说我们这个五智啊 分在五脏里边 但是呢 他每一个智呢 都与其他的脏腑的功能 也是相互联系的 因为这个情绪啊 我们说一种情绪 并不是说非常有分界的啊 并不是说这个忧 忧就是担心 担心 担心的深层就是恐惧 他因为恐惧他才担心 所以说这个担心呢 虽然在这个忧思啊 在这个脾 但是呢 他的根源还是在肾啊 他就相互的去影响着的 在叶维贤 就是口筋 筋液清晰的部分呢 脱液清晰的部分 做贤 他本身呢 就有保护口腔粘膜 滋润 口腔的作用 在进食的时候 分泌比较多 也帮助我们的消化和吞咽 正常情况下 这个鲜液上行于口 但不易住口外 但是疲惫不合的时候 就会分泌比较多 就会流出来了 在些微痰 微咸 那么脾液的一些病人呢 特别是女性啊 白带也会分泌比较多 就是很多的这种清晰的白带 或者是颜色比较 比较稠一点 发白的啊 这样都是与皮区有关系的啊 这是整个我们所要学习的皮的一个内容啊 再看这个胜利功能简表 我们在系统的总结一下 一个是煮运化 运化水谷和运化水师 煮着两个作用 皮主生血和铜血啊 能够生化血液 能够铜涉血液 皮主生轻来转输精微啊 维持内脏的位置的恒定啊 这个我们在里面没有讲 皮主生轻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中气 就是我们中气 所谓的中气 就是中胶之气 我们这个腹部所产生的这个气 中胶之气 中胶之气 主生啊 它能够把我们的五脏的位置 能够拖着我们的五脏啊 我们中医 我们这个老祖宗呢 都很很有想象力啊 五脏能在体内 保持一个恒定的位置啊 它是要靠我们这个气 来把它固定在那里 拖着它啊 不像我们现在说的啊 它有韧带把它维持着 虽然用韧带维持着 那韧带呢 这个气虚了以后 韧带就松弛啊 气补上来以后呢 韧带的功能就又增加了 它也在把它拖回去 像胃吟下垂啊 子宫脱垂啊 那么都是中气虚 中气不足 来导致的这种脏气的下垂 所以说我们就要补中气 中气补足了以后 脏腑又回到固定的位置上来了 所以这P主生轻的作用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后边这个图呢 就是PV后天之本的 这个生化之源的一个 主要的来源和整个的 P的这个系统里边 它的作用啊 在质啊 在液啊 以及它的这个功能 做个解释啊 这个小表 我们刚才说了啊 整个水液啊 在食物 在体内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后边这几个小PPT呢 来方便大家去复习啊 这个是水固代谢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再看一下啊 就是刚才这个白色的 这个里边的这个图啊 就是银石鹿胃啊 银石鹿胃以后 经过小鹿的水谷鹿胃以后 胃的初步的小化吸收 到了小肠来分清密着 那么清这个精微物质呢 就上出于脾啊 到了脾脾气散经上归于肺啊 脾气散经上归于肺 那么肺呢 在这里边就就是形成了 这个中气来分布营养全身 那么脱气归心来化生气血 这是它的作用了 那么小肠里边最脱的部分啊 粗大的脱的部分呢 就转化到大肠里边去啊 没有吸没有吸收过来的 就转到大肠里边去啊 所以这表上又加了一个气呢 就呼吸支气加水谷精气 那么这就是个中气啊 这个合起来就是中气 血呢 就是菌液 灼液 这个精 这个轻微物质里边的灼的部分啊 来在血里边 在肺里边来化心 凤心化痴 就是变成这个血液 然后它这个水谷代谢呢 它还有一个液体的代谢啊 液体的代谢 脾升降啊 上升的部分呢 通过肺啊 来宣发来带来宣发速降来 来这个树布水谷啊 轻的部分呢 变成汗液啊 来排出来 或者是滋润全身 指质器官 脱的部分呢 都脏 肾脏里边去啊 通过肾脏的呃 重吸收啊 里边一些物质回来 把一些有营养的物质再收回来 然后呢呃没有没有用的就把它排泄到膀胱里面去 形成尿液来排出来 所以这个这个水分的代谢呢 上面的宣发 一个是通过这个呼吸液来宣发出来 一个是通过皮毛 汗液宣发出来 再一个呢就通过尿液来出来啊 当然还有很大部分的水分呢 一部分的水分呢 是通过这个大便啊 来排出来 它的生理水液代谢功能正常了以后呢 它的生理功能就会有这样的啊 肌肤会比较好啊 光泽呀 如果是出现异常了 就会水肿啊 咳喘呀 呃 慰晚的一些病变呀 啊 长明瀉瀉呀 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皮铜血的作用呢 就是脾气健忘 病理呢 就脾气不足 出现一个 呃 出血的一个症状啊 出现出血的一个症状 呃 生血功能异常了以后 就出现那个 呃 这个 血液 营养 不足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再就是生轻的作用啊 生轻的作用 这就是整个我们 血液系统 脾脏 脾系统的一个 作用啊 连手的器官呢 就是载体和肉啊 那是主四肢 来 主四肢 气滑在唇 开窍于口 嗯 我们的口 虽然红润 这是皮的 这个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啊 开窍于口 我们的 通过口呢 来 来 取决食物啊 来 吞 把 需要的这个食物呢 来送到这个胃里边去 进行消化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讲一个半小时 啊 下周呢 我们会停课一周 啊 去汉学院参加一个活动 今天内容不算多啊 相对来说 呃 理解起来也比肺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 啊 我们呢 就掌握一点 就是把中医的脾呢 与这个脾脏和一线 这两个部分的功能 把它结合起来 同时呢 把脾脏的这个 啊 脾的功能呢 与整个这个消化系统 就是肝 胆 脾 胃 这个 加上这个大肠小肠 和一线 整个的消化系统 的功能 结合起来以后呢 就理解他的脾的 这个胜利功能 就会 更加的容易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 讲到这里啊 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也不去 呃 提问了 我们 下周 呃 再一周的时候呢 等我们把这个 五脏 讲完了以后 在系统的 请大家 呃 做一个提问 好 谢谢大家 如果是有 不明白的 我们可以在 群里边 继续提出来 我们再进一步的解释 这个匹的 这个功能 功能 啊 课件也会发给大家啊 好 谢谢大家 啊 祝福大家 六师吉祥 一切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